好了,我們又回到第二集的尋找真相的故事了 不厭其煩,又再介紹一下大家 剛剛等開麥克風的時候 King Sir,你一直哼哼音樂哼哼哼自己聽聽 那個音樂 這個是什麼音樂 我們這次又到大家去尋找真相的故事的第二集 有我德文 有音樂 然後就有我Kings Sir 這樣我們又不厭其煩跟大家說一下 你們有些什麼在城市生活裡面 在家裡生活裡面遇到一些個案 你覺得想懷疑會不會是過工人 咦?我沒見到20萬 那隻錶好像Krissy那些 帶出來的都20-30萬 是不是他拿了呢? 還是哪裡不見呢? 我又不想經濟這麼多人問問我們 因為為什麼King Sir整個動了在這裡 好嗎?教授 不要說了 其實很多案不是一定能夠查 也都不是所有的案都能夠一定破的 千萬不要以為你花了錢 或者委託了調查公司幫你去做的時間裡面 就一定成功 哦 即不是說有錢大了的 可能是打個電話來這裡就成功了 因為King Sir痛就在那裡 電話在那裡 不要這麼說 因為我先說明 我都希望令到各位對於調查公總 這個行業裡面多一點認識 有些事情是明知發生了 但是你無妝無淨 只有一個心照而已 正如剛才德敏說的 可能有個家中的人 家庭或者是什麼呢 可能是家庭 原來你誤會了家庭呢 會不會是你的家庭呢 自己的兒子兜了 一房一房 就家賊就藍房 你以為是那個工人 誰知道從頭到什麼 真的有 我見過 原來就卸光了 原來這個房子 真的是一個子女 或者是家人有問題 然後就誤會了 為什麼我這樣說 我真的見過 就是怎麼樣呢 本來那個小孩都是壞壞的 他都很看通的一件事 他看通的 那個媽媽 就經常都罵那個工人 可能本來都對那個工人 知道什麼都要進去 於是就對了 這些位置 我還不做你 剛剛還不純粹推走送你一程 他打算一箭雙丟 又可以偷了家裡的東西 然後還把工人送走 我心想更大 我幫你媽媽 這樣說的 這樣就嫁禍了給那個工人 有的 但怎麼揭發到原來是他的兒子偷的 這個世界是天望灰灰梭而不漏的 做一些陰質的事情 Krissy 你就小心點 知而知 我不知光明清大 一定會有漏洞的 對不對老闆 有一件事 很多個案裡面 如果討會的是現金 最終現金是沒法對應的 但是有時候的狀況就是一些物件 食物 手錶 金銀鑽戒 這些始終會是變賣典檔 有些蠢一點的 譬如那些金器 他去移宿公道 有張檔票 有紀錄 但是有些比較聰明的 告訴你 那些金是拿去融掉 融掉之後 變成型了 第二樣金 變成金粒 然後都去賣掉 接著之後那些單就銷毀 沒有理由待在身上的 有些人就很愚蠢 就待在身上 然後就找回來 這樣就出事了 現在最新的那些 再聰明的那些 譬如我偷了東西 偷了東西之後 我就交給德文 接走 德文就負責接走 德文就把這件 金銀鑽戒 最終一件事 就是不是在香港化了它 去海外 是的 哪裏最多 不是去澳門 去澳門 可能有件事 記回想一下 你每天這麼多人出車進入 走一轉就可以了 還有一些 有高鐵啊 第二有的 還有一些漂亮的 漂亮的袋子 我告訴你 在大陸不報了 一過去 現在很多人收貨 即是追尋不到 正如很簡單的一件事 如果我撞到一部電話 或者撿到一部電話 貴東西 不要說大米那些 貴東西的 如果那部電話 我只能上了在上面 華強 嗯嗯 接著買了它 4000元 5000元買了它 接著就沒法追 所以 那些賊仔 永遠就心紅 是 他就不想華強了 他打算節省了 節省了 節省了 是的 還有他香港放 快到錢 而且貴一點 所以華強呢 藝術 你又是你 又是你 這裏不是老鼠火 當然要按你 他又想賺多一點 就這樣 那些是糟糕的 我真的有見過的 是吧 是的 這些你都可以來問我 是不是呢 打我電話來 62560009 62560009 或者我們的Facebook 就是D100的尋找真相的故事 你可以私信給我們 我們可以幫你解答 整個教授同學在那裏 有件事 我也在這裏 跟各位觀眾講解一下 調查行業裏面的工種 不是只有男女感情那麼簡單 是的 應該涉及很多不同的範疇 太膚淺了 不過一提起 就是《史格偵探》永遠都要想足奸 尋猜 這個是錯誤的 有件事 不要看那麼多電影電視的劇 有件事 它是將很多東西改到加鹽加噪的 那有件事 好了 今天值此機會 跟各位觀眾分享一下 就是 有件事在調查行業裏面 譬如日常 當然男女感情 是一個服務的項目 另外 有很多大的服務項目 舞牌 衣食住行的舞牌都有 你想到也有機會 第二件事 保險 而這個保險 不是說你去Camp保險 而是 譬如有很多保險公司 都會有機會委託我們 去做一些查證 核實一些資料 譬如很普遍的 工商 甚至乎有些 人壽的保險的Camp 都有機會去到我們 好了 另外 好像我公司 就做了很多 尋人尋親的Case 尤其是尋親 我大膽地說 在整個社會的機制裏面 如果你家裏有個親人 我不是說現在跟你同住 或者突然之間有個弟弟 譬如我哥哥有個弟弟 大家不同住的 總之聯絡開突然間不見了 這些你可以立刻報警處理 我可以告訴你 譬如德文 以前 很久之前 原來有個 他媽媽 有個弟弟 跟他媽媽吵架之後 離家出走了 在20年前 他媽媽吵架 但是一直緊緊於懷 去找這個弟弟 但是沒有方法去找 我告訴你 這些Case 你報警報不到 不會 警察不會立刻幫你去 紅十字會 直接不立案 紅十字會也有尋人服務 紅十字會是尋人 有時候會有些限制 不是所有都容許你 他都會幫你的 兩岸三地 災難 戰亂 孤兒 這一類 他們普遍多數接受這一類 可能德文走進去 我說我不見了 那個弟弟20年 可能他真的也不奇怪 但是也有一件事 可能Christy 可能就是 哦 原來我想 我想找回 我媽媽有個弟弟 就是你舅父 又不見了 很久了 失去了聯絡一段時間 又想找回 沒有就沒有了 也有私生寺 想找回老爸 或者老爸 知道自己有個私生子女 甚至乎有時候 很神聖的一件事 竟然是有人來找 我們找回一個初戀情人 找回什麼 真是 你這麼多 你這麼多件都不知道要怎麼找 Christy 哎呦 我都想啊 很多件 你比較普及一點 哈哈哈 很貴 私生寺有沒有 你需要找嗎 沒有啊 你有沒有 你老公那些 就變成了在這麼多工種裏面 不如我們做很多 冒牌 打架 工商委託調查 尋親 其實我們這兩個人做很多 喂 剛才你講一下 Christy剛才我們節目準備開始的時候 她就說有個個案 有個聽眾 在上一集出了街之後 就在Facebook裡私訊給我們 哦 這麼快了? 哎 很快就有了 我們第一時間拿出來 因為先到才行 命中有限 只要派人手就輸了 會有輪階正 現在就輪階正 是誰這麼幸運 你們看了 就跟這個 一個 沒有你的大廈這麼厲害 就是找個律師 請你們 他就隨便 一個茶餐廳的部門 這個老闆 是的 他有點困擾 那個困擾就是 有五六個夥計 是的 我想問你先 教授 怎麼搞 他就懷疑 就是一間小小的茶餐廳的老闆 他有個員工 回了一個月 然後呢 就開始 有工商 為什麼呢 就是他在公司那裡 可能搬一些重的東西 可能是一些 食物之類 然後就扭傷了一條腰 就去看鐵打 又看急症 就拿一些醫生紙回來 然後就CAM工商 那當然是CAM 應該說 請病假 不是CAM工商 請病假 那你就知道 就是你 OK 有所有證明 其實公司 一路都會出糧給你的 你在家裡休養 就是CAM工商 法律要付 就是CAM工商 就是CAM工商 不是病假 但是問題 回了一個月之後 他CAM了多久 一年 就是整年都沒有上班 有一樣東西 老公署又捧了箱沒有 還沒有 還在拖著 就是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就有錢收了 這個老闆很擔心 覺得自己 其實是不是一直 被這個員工 在騙著呢 有一個狀況 那個員工 如果他所有資料都齊了 我有醫生子 政府醫生子 不是我私人醫生子 排了政府 那些 你知道現在醫生子 在法例上 中醫都可以 中醫都可以 有樣東西 有心人 鐵打也可以 是 一個有心人 一定是拿一張政府醫生子 你無法反駁 難道你去 政府醫生說他 斷錯誠 難道你會說這個醫生 有問題 因為現在 有個狀況 就是 醫生子 拿了兩三個月 是的 一張醫生子 一簽下來就兩三個月 好像很容易 那你變成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譬如拿了一張醫生子 是三個月的休養 的假期 那你留他三個月 我三個月裡面 我都有人 他絕對沒有錯 我見過個案子就是這樣 我有個朋友 但他不是公商 他就是 很過癮的 他馬上車被人開 撞了巴士 最好笑的 巴士司機走出來 車站走出來 醫生說沒事的 打完電話之後 就糟糕了 要叫十字車 要叫十字車 下來的時候很精神的 一邊說 沒事了 我叫其他來看一看 沒事了 打完電話之後 開始暈了 醫生要叫十字車來 那當然要叫十字車 最後 一路都沒有 我的朋友好像沒事了 沒有保險什麼都沒有 收到兩份東西 第一份東西 當然判了那個朋友輸 上庭的時候 不適合駕駛 那一份就是什麼呢 就是巴士公司的保險公司機 就說CAM會什麼呢 CAM回去 因為你撞到那個車長 他CAM勞保 現在我們會找你陪 另外那個車長 就找這個律師 有多少封信來 CAM會PI CAM會PI 就是自己的身心受損 就是巴士的撞擊之下 但是我的朋友都拋了頭 那天明明那張醫生指 他是進了政府醫院 一天而已 但是CAM CAM了四十幾天 接著不僅是身體上受損 還有精神上受到困擾 哇 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那怎麼拆呢 像小老闆那樣 小老闆那樣 小老闆那樣 那一件事 你剛巧不幸 你中了獎 中了獎 中了獎 那個老闆 那個茶餐廳老闆又怎樣 有個情況之下 很多人他們 一個有個錯誤的思維 他們就是認為 我CAM工商 我也是CAM你保險而已 我不是CAM蝙蝠你 我CAM你保險公司而已 但是蝙蝠你這一間的茶餐廳 你用 首先你用銀每一個月的人工 給那個商借 多少 五分四 法例賦予 它是人工五分四 就是我一定要銀的 是 你一定要銀的 那接著呢 你銀完之後 你是要 一段時間 你才可以去CAM 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不會這麼快賠給你的 很煩的 起碼半年 半年 一年都不必有 很麻煩 收你的保費就快 科商就很難 那你想一下 你變成 你那個員工的受個傷 你就要給他五分四的薪金 另外你還要再請一個人回來頂他的位 雙重損失 雙重的 但是如果以一個中小型 蚊小型企業來計 你就變成 雪上加霜了 所以這個case是沒有頭痕 我開一間廳廳 店租已經貴了 你還要每個月 又要銀錢給這個員工 要請多一個人回來 首先你要證明 他不是先肩傷 他不是先肩受傷 他現在是想看看 究竟怎樣可以證明 如果你認為他不是真的有受傷 當然有機會 就可以做一個委託調查 這個委託調查當然也要花錢 但是有一件事 因為你要證實得到 他在camp工商期間裏面 他是不是有在外面part time 如果有在外面part time的話 就行騙了 欺詐的行為 他就自己親身驗證不到這件事 有很多人在camp工商之後 每個月我都過了一萬元 接著之後 嘻嘻嘻嘻 又不做 又去旅行 一件事 受傷期間 我養病期間 沒有說不准出去 是啊 我回大陸看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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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回大陸看中醫 我回大陸看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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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我去台灣 尋求一個隱世名醫 幫我診治 如何呢 是啊 你不是再去找診白 所以去到這段時間裡 如果真的覺得不對勁 沒辦法了 只要再加碼 這個關鍵 下一節